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烂人版微波炉盐焗鸡 用盐焗鸡粉,就这样加盐焗鸡粉叶,放入微波炉丁熟就可以了 不喜欢吃盐焗鸡,做白切鸡都可以 这里买的鸡很大,微波炉适合用半只比较容易熟,这里半只鸡2磅半 清洗后吸干水分,要吸干一些,盐焗鸡是比较干爽的 这里因应你买的鸡需不需要,我以一种白毛鸡都比较厚 在厚的地方剪开一个洞,这样就容易熟 鸡胸2寸厚,鸡皮也很厚 我是用白毛鸡,所以在鸡皮上塗一层黄姜油 如果你用唐人街的黄毛鸡,只塗一层油就可以了,鸡皮就会爽滑一些 我是用盐焗鸡粉,用什么牌子都可以 我这种牌子通常都会用到一包至两包,看看你喜欢多咸 搓均匀,按摩一下,让它入味 现在在厚肉的地方的洞位,加些盐焗鸡粉也可以 你看鸡胸很厚,所以揭起它,加些盐焗鸡粉 这样才会入味一些 这里腌鸡有两个方法,如果你没时间想快一点 在碟底卷一张厨房纸,然后放鸡上去 不需要盖着它,放入冰箱2-3个小时,让鸡皮收干水分 第二个方法就是,就是用保鲜纸包着鸡放入冰箱冰一晚 让它彻底入味,这个方法比较好一点 第二天在冰箱拿出来,不需要室温 放得久怕它出水,直接包烘培纸就可以放入微波炉焗 拿起一只鸡看看碟底,是没有多余的水分 因为盐焗鸡焗好之后,是干爽,咸咸香香的 我会检查一下昨天开了的洞有没有黏在一起 好了,现在准备两条绳子 另外准备一张微波炉的烘培纸 薄的就两层,厚的就一层就可以了,不要太厚 不穿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包了,鸡皮向上向下都没什么所谓 要绑两条绳子,目的是不想纸弹开 和稍后要反转,反转的时候可以秤两条绳子 这样就方便一点 一头一尾不需要封住它 打开小小口就可以了,小小可以了,不用太多 现在我们将碟鸡放入微波炉 微波炉通常都会有1-10度火的火力调校 是用中火5度火力调校5分钟 在5分钟之后,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反转另一边,然后再放入微波炉 同样是用5度火力调校5分钟 我用这么厚的鸡肉,用5度火力调校5分钟 用这么厚的鸡肉,用5度火力调校5分钟 叮了三次,如果你用的鸡是瘦点小一点的 每次就减1分至1分半钟,自己预计一下,不要过熟 叮好后,鸡皮向面,放一会儿不要摊开纸 略为放粮15分钟 现在揭开纸看看,盐焗鸡是干爽咸香,不会濕粒粒的 看看鸡腿 哈哈哈,我失手啊,剪到粒皮粒骨,不要看它了,看第二个部分 现在斩个鸡胸给你们看一下 很容易就撕得开了 试一下味道,嗯,好腍,好美味 现在来讲讲微波炉做白切鸡 时间,温度和盐焗鸡一样 但是,锁水就不需要锁得那么干了 只是用盐来腌 有时,突然间多人吃饭,加菜都挺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